8月24日下午,网友小义发长文爆料称自己被湖南卫视主持人前锋强奸,自己报警但却没有了下文。 晚间十分,上海长年警方通报前锋涉性侵案,根据通报来看,发帖女方2019年进行了报案,警方进行了受理并进行了取证。 警方认为,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前锋有性侵事实,后女方未提出异议并签字确认,并且女方后续未再申请服役。 警方通报后,当事人小义再次发长文回应,小义表示,两年多前,前锋在审讯室里承认犯罪事实,警方却让我签调解书我不同意,不久后收到不予立案的证明。 我觉得我的证据可以证明我被侵犯,希望警方能对当年为什么不予立案急于解释。 小义还强调称,如果我诬陷,我愿意负一切司法责任,会整理证据,天亮了就报案。 随后网友小义还发出了自己常文里提到的与警方沟通的音频内容。 那边有刑警什么都在吗? 他在调解室里面,就是当着刑警的面承认了,就是他强见我这个事实了。 他就是当着我的面,然后还有两个刑警。 这没关系,反正你所说的,我们这边都有录音录像,我们这边都有记载的。 就是那个调解室会有录音的? 都有的,都有的。 那我是很奇怪,为什么他在承认的情况下,为什么那个刑警还要求我调解? 没说调解,现在这个事情,具体,你现在这个案子到底是立案还是不立案,还是做调解,这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的。 反正我前面已经打过电话给你的承办民警了,他7天里面让你耐心等待,22号之前会给你准确答复。 还是挺好的。 这边搞定是不算公司的。 如果我非常的认为,我们下人了,就是这个事实了。